但是明天们还是要提高知识的知识水平 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 仅就高级领导干部而言 我国厅级以上领导干部 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8% 在二十大当选的205名中央委员中 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了62人 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高达30% 而这个数据还是包括了45名军人在内的 如果仅计算党政干部 这个比例则会高达38% 而在二十四名政治局委员之中 有十名委员拥有博士学位 博士比例已经达到了41.6%的惊人高度 可见我国的高级领导干部群体 绝对算得上市一个高知群体 不过中国的学历学位制度颇为复杂 即使同为博士学位 但在学位的含金量上 不免还是有个369等之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当属党校授予的非全日制在职研究生学位 该类学位专门为听居机以上领导干部量身定制 课程与研究课题 专注于为人民服务 虽然此类学位大多只是硕士 但能够进入党校 首先代表着组织的信任 而获得党校的学位则更是代表着 组织对干部个人能力和忠诚的绝对认可 可以说 获得攻读此类学位的机会 就如同古时 受到皇帝清点入汉里一般 虽然此类屠龙之术 在社会上的认可程度基本为零 但是 只要能得到组织内的认可 这就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毕竟高级领导干部 如果突然失业 那是有固定去处的 断无可能沦落到社会上去 投简历面试工作 至于社会上的闲杂人等 别说拿到党校的学位 就是跨进党校的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而在攻读学习的过程中 党校的在职研究生 虽然以远程寒寿公读为主 但仍保留了部分道校面寿 在此过程中 学员们还能与全国各地的同好 加入各类的学术研讨团队 拓展为监视的同窗人脉 日后相互提携 实属不可多得的契机 这纸文凭的效果 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凭这一纸文凭 在官场上平步青云 亦飞冲天 是领导干部们 耳熟能详的故事 至于有一些投机取巧者 选择攻读党校的全日制研究生 很遗憾 攻读此种学历学位 除了徒增知识提高个人修养之外 毫无实际用途 简直可以算得上是 各种博士类别里 最为无用的一种 刀笔小力 许学生不及领导 才用得上的 智国安邦屠龙之术 若不是学员的家庭条件极为优越 则不失为一种行为艺术 比起党校的研究生 略逊色一筹的是 一些高等院校的经济 管理 人文类学位 尤其是其中的博士学位 更是让各位听局 及以上领导干部屈之若鹜 与党校的屠龙之术相比 此类课程最为贴近工作实际 而此类学位之中 当属在职研究生的含金量最高 必须得是在职 也只有在职此二字 方才能到尽领导干部毕生的追求 攻读此类学位的领导 通常都在外地任职服务人民 日理万机 大都无法频繁地离开任职地点 入校学习 今天是木兰西下游防洪工程 开工的一天 我们来这里参加劳动 目的是推动 整个冬春修水利掀起一个高潮 不过领导干部们 本身就已经拥有了 极高的管理知识水平 屡屡前往学校上课 不免显得有一些多余 所以说 报名参与此类课程 攻读此类学位 主要还是为了提高团队的整体素养 让秘书 勤务和司机等身边的工作人员 先往高等院校 进修学习 课后完成作业 最后 团队合力完成学位论文 在满足学校课程出勤率的同时 也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施政水平 毕竟 供读此类研究生的学费不菲 领导自己一个人读享课程 多少还是有一点铺张浪费 至于最后拿到的那一纸 博士学位证书 说这张博士文凭 是供读学位的领导干部 整个小团队的荣耀并不为过 不仅仅是团队的荣耀 对于高校来说 这一纸文凭 既是对于领导干部 执政业绩的肯定和支持 也是人民群众 对于该领导的爱戴的证明 虽然 对于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而言 修读此类在职博士 并无任何难度可言 但领导干部队伍之中 还是不乏一些个 投铁政治之辈 比如说下面这位同志 这位同志从1999年 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但由于工作关系 常年在国外出差 既没有时间上课 也没有时间写论文 而该同志又十分坚持原则 不搞团队创作 读了十多年 竟还没有写出论文 自然也就拿不到博士学位 在被学校劝退的边缘 反复地试探摩擦 如今已经是这位同志 攻读博士学位的第24年 不知道他是否 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当然了 除了以上两种在职攻读 纯粹的追求知识 仅能拿到学位 却拿不到学历的研究生 领导干部队伍中 还存在另外一种特殊的高层次人才 有称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也就是社会大众普遍认识里的 那一种博士 这类博士学位 大多获得于领导干部发迹之前 并且根据当代中国人的潜意识 和行为习惯 多拼好科学或者工程类学位 没有秘书 没有司机 二十多年的寒窗 方才换得这一纸博士文凭 可谓是一辈子的荣耀 当然也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选择攻读此类博士学位 除了机遇和能力使然外 更多的是 在他上领导干部岗位之前 有志青年对于未知世界的执着探索 这一纸证书 不单单是知识水平的证明 更是展现未来的领导干部 超凡的智力水平的凭证 虽然 对于混领导干部队伍这件事而言 这指纹屏在功能上 多属于锦上添花 但对于社会公众来说 却算得上 是代表领导干部队伍 最高知识水平的真正牌面 也许 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 并没有将步入领导干部队伍 列入人生的规划 但时代的洪流大浪逃杀 加入领导干部队伍 才是最能发挥他们才智 获得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 毕竟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但为人民服务 是无限的 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不就是成为一名领导干部 毕生奉献于 为人民服务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